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138面 从第1行看起 5 能全体现 这是在圣门里面的第5 也就是第5个大段落 说明这一部经的体系 体是它的本体 信是讲它的性质 这一段在圣译里面也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这个经中之体性要是能够明了 我们才能够信得过它 这个名词如果要是用现代的话来说 佛讲这部经根据什么道理讲的 也就是它所依据的理论 你给我们说了这么多 确实有理论可以依据 那我们当然就可以相信 所以这个体性就是讲这部经依据的道理 依据的理论 所以这相当重要 能够启发我们的信心 使我们对这个法门不至于在怀疑 那么它的解释呢 里面分作四段 是粗随相 二为实 三归信 四无哀 这一段文有相当的深度 因为涉及到根据的理论 所以在整个大义里面 就是悬义里面 可以说是最难懂的一个部分 我们慢慢地来探讨 先看第一段 粗随相 一致此今 脾气普遍 未知能全 何为体现 这是首先提出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方式是问答式的 先把这个问题也提出来 前面一段是讲这部经 所对点 所借引的对象 我们晓得上中下各种更新的人 经常讲得非常之好 只要能信 能愿 能行 那都是这个法门戒引的对象 那换句话是 你不信 不肯发怨 不肯念佛 那就没法死 那就不是这个法门戒引的对象 这个给我们说的非常的清楚 简单 明了 在戒引对象里面 我们晓得 那个上上根的人 像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都是他接引的对象 下下根的人呢 那只有不认识字 没有念过书的 没有知识的 他听了这个法门 死心他的念佛也能成功 甚至于出生里面 还有念佛往生地 这个是在中国历史上 历代所记载的就不少 没有被人记下来的呢 我相信更多更多 确确实实 法门广大了 普贤 普贤 特别批是家币的意思 非常的普贤 那么进一步的 我们要想到 未知能权 权是权熟 这部经里面所说的这些文字 这些言语 何为体性 体就是理 它的道理 所谓依据的道理是什么 体与性都是说的理 下面这就答复了 一股辗转 圣门体本 越知成四 而越是归拿的意思 把它归拿了 归归拿为四门 就是这个题里面讲的 随相为师归心不爱 把它归拿这个四门 在此地首先要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圣门推本 古大德 讲这个教体 这个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 所说的这些经 他从什么地方说出来 根据什么道理说出来 古德呢 一共把它分为 这个十条 十条逐渐逐渐去寻求它的根本 那么第一呢 就是因身欲言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 是以因身做佛寺 所以因身就是教体 佛灭度之后 有弟子们将老师过去所讲的 再把它记录下来 整理出来 写成文字 这以后就变成了文字 变成金爹 这个金爹 金体了 名句文身 名词说语 一个完整的意思 这叫一句 文是文字 都叫做神 因为印度梵文 他们是用字母拼的 单单一个字母 我们就称之为文 组合成一个字呢 再称之为字 多少个字组成一个句子 这才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 这才叫句 那么再大就是 天章 构成了一部经典 这都是从行 形式上来看 形式上的这个金体 是文字的作合 那么第三种呢 这个意思 就是语言文字 语言文字都可以说是 这个金指 金体 第四个意思 就是诸法 语言义 这就讲理了 文字是能权 就是能够 权书 它里头一定有内容 我们古人说 文以在道 它这个里面有道 有理论 有道理在 我们从文字 从言语音声里面 要求误它的道理 不能死在言语文字里面 所以言语文字是工具 目的是要我们修物里面的理 这个才是真正能得受用 这样的道理 在我们看起来 都不算太深 像这一层的理 从文字表面上 能显示得出来 光下去就越来越深了 第五啊 是现境为心 境是境界 因人生 语言 文字 都是属于境界 这些境界从什么地方变现出来的呢 是唯一心所现 那么换句话 逐渐逐渐的 就能发现到它的本体了 本体是真心 真心 本性 佛舍的经 是从真心 本性里面流露出来 逐渐逐渐呢 就像华言里面所讲的 深入到理事无碍 思思无碍 到究竟圆满的时候 这个心性完全恢复到明镜了 光明洁净 一尘不染的时候了 是尽虚空变法界 一切四里 你完全就见到了 就像新经里面讲的 照见无碍 借口 无碍是什么呢 世出世间 一切四里 出不了无碍 小我们这个身是无碍之身 爸呢 整个世界是无碍的世界 有情世间如是 知证这世间也不能例外 我们娑婆世界是无碍组合的 西方极乐世界还是无碍组合的 我们这里的无碍呢 叫人 它那个地方无碍叫近 实际上 无碍哪里有染静 染静在人心 主要明了啊 你心迷就染了 你心清静了 就静了 所以佛在华言上 给我们说得很明白 众生与佛的差别在哪里呢 众生呢 有分别执着妄想 那么佛呢 佛是没有分别执着妄想 就这么回事 所以才出现频率才说 一切众生 皆由如来 智慧以待相 佛给众生 没有两样 差别的 就这么一点点 一切众生 只要肯把分别执着妄想 写掉 你就叫佛了 就叫成佛了 成佛实在讲 就这么简单 可是现在说 这个离 你明白了 分别执着 放不下了 这个无可奈何 肯放下的 就行了 不肯放下的 佛也救不了你 也帮不上忙 所以修行 修什么 就是把分别执着妄想 写掉 就修到这个 所以古德说 但求除妄 只去掉虚妄 就行了 你不必再求真 为什么不能再求真 求真 就是一个妄念 像上一次 我跟诸位讲的 我们念佛 不是求一心不乱 你只要念佛 别求一心不乱 因为你求一心不乱 那个念头 就是一个妄念 就是你一心不乱的障碍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只要四个字 一直念下去 念到功夫成熟了 自然就一心不乱 念那么一天佛 怎么我还没有到一心不乱呢 这样念一辈子都不会到一心不乱 念念当中有障碍 念念当中有妄想 这怎么能成就 那么这是把古人所讲的圣门 圣门是华元经上的 古节上有 等一下我们看到 那么把他在此地 李延志大师 把他归纳成为四门 在社厅都方便多了 四门里面第一个是隧香 隧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文 文隧于义 义隧于闻 文里面有意思 意思里面也是有文章 因为意思它是油条里的 有层次的 油条不稳 这就是文章 那么这是讲教题 第二个意思呢 还没有到会归一心的时候 我们先从文字表面上来探讨 明白它这个理论的归去 这就是隧相的意思 那么它这个四个小颗 就是归纳成这个四段 越到后面越深 是厚厚深与浅浅 那么隧相里面有两个 第一个是为生命之文 第二个是为所权益 为所权益 以文与义 皆顺相骨 那么这个里面 也许同学们看了会有一点疑问 文字 这是相不成问题 一理怎么也设它做相呢 这个到底下呢 有解释 下面有解释 因为要以义对礼来说 义还是能全 所以它还是说相 更深一层的就是教礼 教礼要自己细心去领会 所谓义在颜外 这个身呢 就身在这个地方 都是义在颜外 但是本经 无论你体会这个义离浅深通通的理 义至于义离完全不懂 我相信 我愿意到西方 我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也能往生 这个法门呢 殊胜 不可思议 就在这个地方 不像其他的法门 一定要以 生生无辱 才得受用 这个法门好 就好在这里 不能误辱也的受用 我们看桌子 圣门辗转 详见华言宣谈 归奉佛于衷 华言宣谈 华言宣谈一共有九军 是唐朝时候清凉大司做的 这是华言宣诸节里面最权威的一部书 称之为大素 归奉是宣谈 す足夷ice 周济 他是清凉的学生 澄谈是华言宣谈宣解 中华言宣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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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52 Miss 他最著名著作流傳於後世的 就是《元絕經》《蘇超》 他在《元絕經》下了很大的功夫 做了好幾種主題 《元絕經》《蘇超》 《元絕經》《略蘇》 都是他做的 我們在傳記裡面看到 這個法式很了不起 看看經典太多了 一個人一生當中要去讀《一切經》 可以說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何在《一切經》裡面 你學一年中來專攻呢? 那麼多經看看多歡喜 究竟學哪個好呢? 他老人家用的方法呢? 先去拜佛 求感應 求佛菩薩加持 拜了佛之後 隨手在《大藏經》裡面抽一句 這件佛菩薩加持 一抽出來就是《元絕經》 好他就死心塌地 就在這個《元絕經》上下功夫了 他成就了 他這個是隨手抽一本 這都是拜佛千誠恭敬的 求三寶加持 與自己與哪一部經有緣 用這種方式 所以自古以來 對於《元絕經》的研究 這個註解 沒有一樣能夠超越過《宗教大師》 一直到現代 所有人研究《元絕經》的註解 沒有辦法超過他 那麼這是清涼的學生 他住《元絕經》呢 就不用聖門開啟了 他就把聖門歸納成四門 歸納成四門 所以說 若而順之 隨為四門 那麼現在 那麼現在 廉遲大四 就採取 歸封忠義大四 這個方式 就是用四門來順 說粗 聖明聚穩的 據大小成教 何以陰神為教體 這是剛剛跟諸位說過了 佛陀在詩是陰神的說法 當時沒有書本 只是佛講大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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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以明聚文聲而為教體 名是名詞 這個句 剛才也跟各位說過 這就是文字 佛滅度之後 有摩南尊哲 這是多文敵 記憶力最好 摩南這個記性之好 就像現在這個錄音機一樣 聽過一遍 一個字都不忘 他能重複把它講出來 他有這種能力 經過難重複佛講 同學們替他做證明 再把它記錄下來 這成為我們後世經典的來源 經過難對於傳承佛教 有很大的貢獻 沒有他 佛雖然說那麼多經 我們都沒有機會 能夠聽得到 經一清涼大師 通受四者 以身為教徒 清涼解華眼睛的意思 把它歸納起來 就是以陰身為教體 清涼也是有依據的 不是隨便說的 像《楠言經》上 文術菩薩 揭玄圓通的時候 就說過了 此方真教體 清淨在英文 我們這個地方 蘇婆世界眾生的 耳根最立 你叫他看 很不容易開悟 你說給他聽 他很容易開悟 所以這陰身為教體 明天四地行列 全法自信 全熟 全熟 這些名詞裡面 就含著有 一切法的自信在當中 譬如講 無量受佛 這是個名詞 無量受佛 是佛的名詞 在這一個名詞裡面 我們就會想到 那個實實實在在的美政府 無這個字裡面 意思是 無與無之心 無啊 一切都無嗎 但是無量 無量兩個字合起來 那就變成無限了 無有限量 受是受命 無有限量的受命 這個意思就很明顯 我們就會想到 哦 那邊那個美政府 不要說別的了 但是受命啊 沒有限量 無有限量 佛呢 是絕的意思 這個人 這個人呢 受命長 又是大智大絕 佛是大智大絕 從這個名詞當中呢 我們就能體會到 有一個死實 有一尊大智大絕 有一尊大絕 受命極長的一尊佛 是命啊 它能夠 含著這個 這個 這個法的字體 啊 法是講一切萬法 我們舉一尊佛來說 喊它的字體 通常我們一般人 名詞啊 都不相符 我們起名字 起個好名字 可是事實上啊 跟名字不相符 祝佛菩薩啊 名詞一樣的 它什麼名號啊 它實際上就是那樣的 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我們學佛了 你皈依的時候 這個給你受三規的這個法司 給你起個法名 那個法名什麼意思呢 希望你這一生當中呢 能名符去使 那就好了 啊 不要啊 這個明日時相違背啊 那就不好了 希望名符去使 這個起名字 我們中國古人起名字 很注意 大部分呢 都希望能夠 明日相符合 現代的人呢 不希望 現代人這個 沒有從前人 那麼樣的 老人 在古時候 印度人我們在經典上所看到的 許許許多多 許許多多 他這個名號 跟這個人 確確實實 是相符的 你想那個 居齒羅尊者 居齒羅是什麼呢 大膝蓋 翻成中國意思 他的膝蓋特別大 所以拿中國話的 那什麼人啊 大膝蓋 大膝蓋 他真是相符嘛 相撐嘛 他確確實實的 是 他這個 他不忌諱 不忌諱 再看底下一句 再看底下一句 这个句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无量受福 这就是一个完整句子 意思很完全 能够包含大法的意思 假如我们只说一个量受福 这个意思就不完全 所以这四个字 一个字也不能少 少一个字意思就不具足 就不完整 这个就是句 它每一个字 字字里都有差别 和起来它才是一个完整的意思 所以说句缺乏差别 就是次第南部 这个字不能颠倒 不能缺少 这才显示它完全的意思 说文字 四地灵活 上二所依 此名句文三者 去取为身 为身上全表 为身则不能全一 为名文句则五字体 尖字四思思 尖字四思思 尖字四思是为教体 以价实体用而尖字也 这一端 这一段比较上难懂一点 文是两个句子以上 和起来 这才称为文章 这才称为文章 你看我们读乐语 论语里面就有两句是一章的 三句是一章的 他一章叙述一个完整的事情 在汉语前 文字都非常淳朴 决定没有啰嗦 后来文字 所以有修词 越来越讲求美化 与这个孤文和仆史 就相差很远了 那么这也就是 这个文呢 就是文师的意思 必须以文才 我们今天讲的修词 我的组合 这样才显出 显出这个文章 它的美化 一方面叫它美 文字美 念起来音声好听 所以遍体文 这是最为人所行爱的 尤其是 这个文学里面讲到美的 像这个歌词 诗词 歌符 戏剧里面 这些文词都非常之美 都加以修试过 这个佛经呢 当初 集结成功之后 也找一些 对文学好的人 再加以修试一下 从梵文翻到中文之后 整个经文翻成了 一定也请几个 这个世间上 著名的文学家 请他们来运文 所以运文呢 就是在词早上修诗 意思不能有变更 就是词句上 文字上 尽量给它美化 要有这么一段的工作 这个都是属于此地所讲的意思 所谓是 尖此四四 是为教题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佛经的经体 所谓本体 就是文字 在现代来讲 我们不能 离开经书 经书 就是佛教 这个教学的一句 末后说 价实体用兼资 这是说 这里头有假 有识 有体 有用 兼而有之 明 俱文 这都是假的 为什么是假的呢 它是不相应刑法 这个主要念为实 念过佛法了 你就晓得 所以不相应刑法呢 那我们现在的名词说 就它属于抽象的 它没有尸体 所以叫不相应 所以叫不相应 与谁不相应呢 与心不相应 与心俗不相应 与色不相应 就是这些东西啊 前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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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说的这个新法 是巴仿 是法式兴亡 是法式兴亡 这是真的 兴亡的作用 兴亡的复苏 一公有五十一口 与心所法相对的就是色法 色法是依它其限 也算是有 确实有这个事情 不能说它没有 但是语言文字 这是不相应心法 既不是心法 又不是心所法 也不是色法 所以在唯实三性里面讲 它的性质叫做便机所执行 这是我们心里头一个妄想 一个观念 执着 认为有这个东西 实际上没有 所以文字不过是一种符号而已 非常抽象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假的 不是真的 音声呢 是实实在这里 音声是属于色法 色法就是有十一种 有五根 六成 五根 眼耳鼻舌 身体 六成里面呢 有色相生畏促法 音声是六成之一 它属于色法 色法呢 是一踏其心 一踏其心 我们讲 这个是实在有的 这个便机所执行 这个不是真真有 是假有 不是真真有 所以 身是体啊 石家谋主席 当年说 音声 这是体啊 后来把他纪文字记录下来 这是用啊 有体有用 有假有实 其是 实实实实实实实実实实实实極 神聚文的遍及所知性比较起来 它是实在有这个事情 虽有这个事情 也不能算是绝对的真实 那么这个呢 这是第一个意思讲的 神明聚文 所以这四个意思我们一定要懂得 第二呢 这讲素权义 此生明聚文 若无素权之义 这个文字里如果要没有意义 那像什么 我们现在诸位所看到的字典 字典书 一个一个字 各个字都不联系来的 那就没有意义了 就没有意义了 像从前呢 运输 诗印 这都没有意义了 那就变成这一类的性质 所以文里头一定要有意义 它才有价值 意去越深呢 就越有价值 你现在报纸 报纸上也有文字 杂志上也是文章啊 它那个意义太浅了 你看一遍都不想看第二遍了 一遍看完了 就自制楼丢掉了 可见得它那个文艺呀 非常的浅薄 那么比较有价值 有深度的这个文学呢 看了 还想看 那可见得它那个位也就比较深了 读了还想读它 可是 再好的文学作品 你念上个二十遍 三十遍的 你也不想念它了 那不想再看它了 我做学生时代很喜欢看小书 尤其中国是著名的小书 非常非常的喜欢 可是 看上二三十遍 现在看都不想看 摆在面前 我也会把它丢掉了 那就说 那个味道的浓度啊 还是有限的 我们看十三经 这是儒家的书 看老子庄子 那个味道就弄好了 真是不独不业啊 如果看佛经呢 那的确是 从初发心到等究菩萨 念上无量解读 念不业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从真如本性里面流出来 本性呢 是无有穷尽的 所以它这个言语文字里面所喊的这个 这个法位也就无有穷尽了 所以它有意味在 有很浓厚的这个意味 这底下就说 若土亦无闻 是妙力平和而得显示 虽有这些意味 如果没有这个文字 来引导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得到 这个位从哪里来的呢 给主要说 绝对不是这个文字里头有的 如果文字里头有这个法位 每一个人读文字 应该都可以领略得到 不是 这个位从哪里是你心性的 借着这个文字 把自己的心性引发出来 所以其为无穷尽 这在法系充满了 这是我们一般讲的 悟出路 这个悟有没有止尽呢 没有 没有 没有止尽 你去念这个经 天天有无处 也许有人说 我天天念经都没有无处 这是真的 这不是假的 为什么没有无处呢 你念经不得法 一面念着一面打往下 这个你没有无处 这个你没有无处 念经的时候 心底不清净 你不会有无处 念经的时候 态度不恭敬 你没有无处 所以要用沉静 清净心 来念经 没有说是好 没有无处 只可以说 悟得有浅身的差别 必定有无处 念一遍有一遍的悟处 念两遍有两遍的悟处 这个悟处没有止尽 所以这个经 从粗发心到成佛 都念不应 就是这个道理 把自己真如本性里面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德能 统统念出来了 尿在这里 这不可思议 所以佛在今天劝我们 这个佛经不可不度 观经里面三种佛 最后里头一种 就是独送大臣 所以读经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底下又说 良意 闻随语 亦随语 闻 能够 启发我们的心智 启发我们的心智 使我们的心智随着这个闻流露出来 这是不可思议的理由 文艺相自耐沉教题 所以这个教题 要以现在来说呢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经呢 写成这个书本 书本 虽然是假 但它有用 什么作用呢 能把我们自信引发出来 我们自信就是体 我们这个体 我们这个体 跟释迦牟尼佛这个体 没有两样 一体无二体 所以读经能够明心见心 要这样读才行 死在文字的时候 如果说那就糟了 所以决定不能随文字转 要用这个文字 把自己的真性 把它引发出来 这样念就行 诸位听到好像这个很玄 很妙 当然你就会客求着 怎么样我才能得到 你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个话 你不要忘掉 以真诚的心 清净心 恭敬心去念 念的时候 不必分别理出的意思 意思自然行性 那是你的无论 你要去想 这是什么道理 这大概是什么意思 那你就错了 你完全落到意识里的群 开经济说的好 愿解如来真实义 那你就完全错解如来真实义 你天天念经 念到最后是错解如来真实义 那有什么法子了 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你一定要悔念 我过去也曾经搞的注意 念经就是 就是戒定慧三十一次完成 所以念经是修行 修戒 修定 修慧 戒律 就是诸我莫作众山奉行 孝尘间是诸我莫作 菩萨间是众山奉行 我们念经的时候 刚才讲了心地真诚 恭敬 亲近 你这个心呢 当然不会有我嘛 不就是诸我莫作了吧 这做到了 今是释迦牟尼佛 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言语 这是善中之善 没有比这个更善 读今就是众善奉行 所以这个戒律 大小臣戒律 通通圆满了 通通具足了 念经的时候 一心才能念 一心就是专心 念经决定不胡思乱想 我念这句 想想这个里头什么意思 这叫胡思乱想 这没有定了嘛 我念经是修定嘛 修定就是什么呢 我里头不起一个念头 没有分辟 没有执着 没有妄想 这是修定 把经文念的字字分明 句句清除 没有念错 没有念颠倒 好 这就是修会 你这样念才会开悟啊 所以念经功德很大 道理就在此 一面念一面想意思 叫大妄想 你所想的不是经里讲的意思 经里面的意思 要是流露出来 是你从内心流出来 不要想 一想就错了 那么这是佛经跟世间这些文章书籍绝对不相同的地方 因为世间所有的书籍都是从意识分别执着意识心里面流露出来的 你去念 你去想 能得到它的意思 佛说出这个是从无分别心流露出来 你用有分别的心去想 你绝对得不到它的意思 必须地说 把分别执着妄想统统打掉 你这样念经 你才能得如来真实意 你念经才能有真正的收容 文意相思 乃成交替 这就说到本经了 这就说到本经了 从如是我闻 只作理而推 这是将全部的阿弥陀基 是生命文具体 经文文字 物学生确实实 确实实实她是生命文具 未体 而其中所说 一阵二报 幸运往生等 是所缺一眼 所以这个文字里面有意义在 一是二者交相随一顾 二我一教体 文里面有意义里头有文 这是从随一项里面说出教体的大意 底下还有一段 我们来看一下 由若据法所显异 则无非佛事 如相反光明等 当之法法皆为教体 法是一切法 实在讲 一切法里头都能写意 你看这个经书 这个书本这是一法吗 它能写意 除了这个书本经书之外 一切法都能写意 所以 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华藏世界 本经里面看到西方极乐世界 六成说法 六成说法 那就是法法都能写意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清凉大师在华严经 苏朝里头把这个意思说得很透支 这是我们常讲的 表法 表就是写 法就是里头的意思 比如我们看到这个蜡烛 蜡烛只是一个法 觉悟的人 不迷的人 看到这个蜡烛 就能把自己本性的功德引发出来 主天说是光明 我们的心地要光明 要照一切众生 为一切众生 破迷开悟 悟是明相 迷是暗相 这个蜡烛点 你看 逐渐逐渐烧 烧都没有了 这是是识集为人 犀牲 犀牲自己 破迷别人 这是信德的 佛前要供这个灯 从前是油灯 这个灯烛就是代表这个意思 燃香 香代表信 代表界定 你看香在里面有界定真香 见到香闻到香 就要想到我要信 幸福所有的 信佛的话 真是佛不骗人 应当要修戒 要修定 灯是代表修慧 所以燃香燃灯 代表佛法修书的根本 戒定慧三续 整个一部大藏经也不就讲的是戒定慧吗 你看一支香 一支蜡烛就代表的 完完全全都代表了 大藏经搞那么多也是说的这个 你看一支香一支蜡烛也是这么多 不正不紧 可是有几个人 可是有几个人觉悟的 这就说了 任何也乏了 它都代表 如果我们要觉悟 所以觉悟的人 觉悟的人天天见佛 见无量无边的佛 祝佛菩萨一天到晚 围绕着自己 凡复不知道啊 可怜啊 觉悟的人感激得不得了 否则是哪里呢 所有一切种子 一切人物 没有一个不是佛 没有一个不是善知识 华言经上善才同子 就是这样教的 五十三位善知识 是什么人呢 就是我们现实社会里面 男女老少过行过夜 这里都有坏人啊 对呀 那个五十三参知识 也有坏人啊 里头有学佛的 也有学外道的 确实代表了 我们现实的社会 善才言经里面 那些人说 通通是善知识 通通是佛菩萨 我看到你善的地方 我要跟你学 引发自己的善心 看到你悟的地方 我明了 反省反省 我有没有这个悟 所以善人 悟人 都是自己老师 没有善人 不能启发自己的善心 没有悟人 自己有过失 不能改过 所以善人 悟人 好似 坏似 通通是成就自己 无上菩提 这就是这一段的意思 所以说 无由业法 不是交替 法就是将得法相 事出事件 业切法了 你要晓得 他所显示的这个意义 无非也佛死 哪样不是佛死 我们看到这个人 执着都不得了 想一想 我自己有没有 这人就是我的老师 结果我不会碰到他 我不会反省 我这一要反省了 有 就马上改过 如果没有呢 没有我勉励 以后千万不要有这个支柱 这样修行的 才能成就 所以说是 相反光明 吃饭的时候 每一个人天天都要吃饭 饭代表着什么 如果你能把吃饭 这个法 表法的意思 想通了 你就会大彻大悟了 你真正能看破方向了 这里是代表什么意义 我们这个身体啊 是个带病之身的 你身体很健康 三天不吃饭 摸饼了 什么力气都没有了 你健康在哪里呀 饭就是药啊 你看 过几个钟点 就要吃一次药 不吃这个药啊 你这个身体就不能支持了 你身体健康强壮在哪里呀 假的呀 不是真的呀 迷惑 你身体健康强壮在哪里呀 可是你呀 隔几个小时 你就吃这个药的时候 维护你这个生命 除这个生命之外 你要想到 你还有慧命 除这个肉身之外 你还有法身 如何能够维护我呢 法身慧命 吃饭怎么不是佛寺 怎么不是修行呢 没有仪装不是佛寺 没有仪装 没有仪法 不通无常道 无常道就是真如本心 这什么道理呢 一切法皆是真如本心变现出来的 所以没有一法不通真如本心 大经上告诉我 因观法皆是真如本心 一切为心造 没有仪法不通信心 那仪装也就说得好啊 一切法因心成体 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的 这主教佛常常听到的 所以没有仪装也罚不能说得好 没有仪装也罚不能说得好 可是这个在乎个人 在乎个人根性不相同 根性能够 根性力的人 见到这个自然界 飞化落叶 他就能无万法无常 他就能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心得清静 业障重的人呢 不要说是一切法 他看不出 苗头出来 听经也听不懂啊 他也不能觉悟啊 这就是业障太重 这就是业障太重 我们看这个主节 说法能嫌异 这个意思刚才我已经说出一点来了 法法自障 障就是明显 显露出来 一点隐藏都没有 不是文字 何必用解说 何必用文字 真的用不出 如华言 云太宝王 某空光明 见能说法 诸位应当了解 他说的什么法 我刚才举的 眼前这个例子 蜡烛说的什么法 香说的什么法 江台说的什么法 佛像说的什么法 都要想的 你通通都明了了 这总的名称就叫大方广佛华言经 华言经是活的 不是那个金本 不是八十件金本 大方广广佛华言经就是我们现前这个世界 你会了 你会了你就入华言经界了 今明云 由佛世界 以相反而作佛事 但是那个世界人呢 学根立 我们这个世界人天经一天就开悟 他那个世界人耳根不立 佛怎么讲 他得不同 佛做几样菜 他一吃就开悟了 他能从这个无畏当中啊 他开悟 他觉悟 就根性不现场 我们到那个世界去 佛决定不请我们吃饭 为什么又吃了你 不会有开悟 所以读经呢 读到《维墨经》这一段经文 别想到那个世界去 以后我们那个世界天天又好吃的 那世界不错 你要到那里去 你的根性不对 你到那里去 什么也吃不到 说由世界以光明而作佛事 这就是佛放光 你一见这个光明呢 也就开悟了 你晓得这个光明是代表的意义 这个光的颜色也是无量种之多 我们现在世间也有啊 少就是 你看十字街头 放红光 放绿光 放黄光 你们都想到点 不要说话了 你们驾车的人一看到红光 你就想到停止了 这就是做佛事啊 你就觉悟了 所以有的世界的时候 佛一句话不说的 就是放光 大众一看的时候 不开悟 烦恼也断 佛道也成了 乃至一色也像啊 一举一动 举一动里面 能表发吗 能表发 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也有手语 你常会手语的人 现在如果是和 这个手语的地基确确是可以 不用言语的 这都提倡的 现在外国人也很普遍提倡 为什么呢 言语不通啊 用手语就可以能交换一家 就懂得了 学言语很麻烦嘛 学书语比较容易 学了之后 走遍全世界都可以 动作 所以我们看佛菩萨 手印 那就是动作 这些动作里面 也代表了很深的意义 说 尖此尖尖尖尖尖 水鸟树林 鲜血妙法 则随举法是皆臣教体 由此可知这个教体 广大而没有边际啊 为什么呢 说穿了 信像鲜血妙 信像鲜血妙 立了像哪来得行 要见性 从相上就见 古德又比喻 一金做棋 棋棋结尽 立了棋找不到棋 立了棋没棋 它两个是互相依靠存在的 信像关系也就是这样的 那么讲到佛法呢 这个文艺里面相关也很相似 从这个了解体会 随意像里面所讲的这个义血 这个金的体现 我们才能明了 明了之后 我们对佛所说的一切法 不但说这一步 所说的一切法 我们都相信 我们都不怀疑 佛说十万亿佛国度那边的时候 有世界 我们也相信 为什么呢 因你心成体 我们自己的自信 万德万能 能别 西方世界是所变 后面会讲到 会讨论到这个问题 也是我们自己 心事所变之物 这个功能 无量无边 哪有不能变现的道理 所以黎明了之后 对四十真相 你就肯定了 不会再忧意 不会再怀疑 这一段的文士 主要是增长我们的信心 那么四段 我们今天讲的一段 后面还有三段 都是深入地来研讨教体 我太阳大学 就会选择 小学生 你来自尖 你得到这一段 我太阳 我太阳 就会帮助 你去看 你也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